哇,这个是要锤线上了 Edgy最后一手突然加坏了比赛的节奏 我刚刚想说要不要走一手 加利奥配合是进场上保后期 那直接又加强了下自己的中单 哇,这个Edgy最后一手杰斯 加油 有机会的 入给这把 入给这把很难死 深蹲跳 深蹲跳的不错 但是一炮是被前面的小屏挡了一下 但是这边还是要杀 杰斯里面是有闪现的 牙膏打出了一个加速的效果 往后拉 但是要看猪妹的位置 闪现我来一炮加一下普攻 Rookie拿到了一血 也挺稳的 有进化的情况下还是做了个水平时代 这边要等Rookie 跳墙 这边有危险 小兵数量不太高 这边很危险 一炮 打到两个人 那这两个人没了 这一炮双向 哇,域在前心 还是一如季 又去上路了 响灵拳 因为下路也有进化 我感觉他主要还是需要帮中路解放献拳 这个献拳不解放 他 看他中路 两边 对 英王好中 要查塔姆 塔姆这波已经没有闪现了 这个应该是个B4局面 还让给杰克拉伍一个头 其实你看就像牙膏这样做的一样 他最应该就是牙膏 可立的两个人来上路打 这个是京东需要做的 但是就和这波看他塔下怎么处理 开大面 开大招 牙膏这边被打退 拉了回来 这是第一条命啊 还有闪现 这个不好跑的 纵路这边也有闪现 这应该省个闪吧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京东应该打的 但是他们前面 个人一起退了 扎克也过来了 那上的话 埃及这一波 这一波 过加特这一波很强壮 黑切加一个人者独具 但是 这波看一下 洛克这边要被杰斯锤了 这边要现场你 你里面的血量一点残 但是这边纵路一点被白打呀 兄弟们呢 哎呀 兄弟们过不来呀 很远的位置 本来以为是双开车过来 但这边看到瑞兹开车了 那我要杀塔姆了 塔姆没有闪现 你被带过来 绿毛这里 人头 如可以再拿一个 有点乱的 这段时间 把局面稳住了 这段时间主要是兵线好 团爆起来了 团爆起来 埃及就没有办法去打这种 小规模的单伤害了 又亮一个DV 这波有杀呀 这波短线要差了 看一下 塔姆是别过来 但是这波已经带了 两个人到塔下了 丫头主要战斗就直接被秒了 这边要杀牙膏 让杰黑拉伍偷过来 直接是秒掉了朱妹 等会这边要杰黑拉伍 但是伤害一点不太够 还在这边现场 剑魔已经是铲死了牙膏 杰黑拉伍也是袖死了维恩 直接一波零换物 大龙20分钟30秒 刚好刷新 这波确实不应该开剑魔 真的不应该开剑魔 剑魔两条明目说 他还挺耐打的 主要战斗力又被打破了 直接要上了 牙膏这边挨了一块 扎克是取消自己的深蹲 如可以直接带头冲了上来 一用而上把中度的水晶破掉 22分钟 这力的没办法 开不了 水晶直接解掉 这边被定墙一下 在尼茫提扫着后 完全不防止 而且这波龙可能状态太差了 又是一个半血的温 正面没有办法去接口 来顶顿 来顶正面那场牙膏的伤害 牙膏打了一轮 AOE还不错 但是水晶已经被破了 埃及特别稳 直接撤退 我们这边想留人 但是开不了团 两路的兵线也马上上高地了 这边直接要点卡了 扎克这边 反了两下要点掉了 最后一路 扎克再次跳过去 跳过来 这些掩护队友拆打就行了 没必要墙上 两边都可弥卖 反过 大招 但这么是打不了啊 大招都不干 太难杀了 这样的话三路超级兵 跳过来 跳到洛美恩 美恩被吃了进去 这里要杀霓王 霓王闪现带 但是没人这边 交出自己的闪现 没有被带回来 看这个塔布已经要被秒了 所以我们在前排 有点顶不住 节目在前排 无所欲为 这里要自杀了 卡杀一个 挖掌Q 还有可以的 哎 保兰 一个寒冬之友 保兰 下把ADC 有没有可能出现 一个击母AD上场的情况 好了 我们恭喜 带回来 2